在宇宙中有各种各样的天体,每个行星上的环境也是比较复杂的,我们都知道在宇宙中有八大行星,但其实在很早以前科学家族发现了冥王星,并把它列入了九大行星号列。 宇宙中这九大行星分别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其中冥王星是离太阳最远的,1930年克莱德汤伯发现了冥王星,并将其视为第九大行星。 冥王星是太阳系内一只体积最大质量第二大的矮行星,其质量近似于位于离散盘中的细神星,冥王星的发现是人类对于海王星外天体的首次探索,由于海王星以外的世界距离地球十分的遥远,约为44.96亿公里,这个地方寒冷黑暗充满了很多未知,所以我们一开始对冥王星这颗行星的误解也最深,冥王星只是太阳系一个非常普通的天体而已,要说特殊也有, 比如距离太阳非常遥远,最近的时候也有44亿公里,最远的时候达到了74亿公里,如此遥远的距离让冥王星表面温度非常的低,接近零下230摄氏度。 在冥王星上看太阳非常的小,几乎看不出是球形的,更像是一个明亮的点。 自从冥王星在1930年被发现以来,就成为了太阳系第九大行星,不过在1998年就有电文学家提议,冥王星不应该属于行星行列,当时这个提议并没有被认可,冥王星之所以后来被除名宇宙九大行星行列原因有很多。 首先,冥王星的体积只有月球体积的三分之一大,而且重量比地球轻470倍,很多人觉得冥王星的体积很小,就像是普通的小行星一样。 其次,冥王星的轨道相处于其他八颗太阳系行星完全不同,冥王星的轨道相对于黄道的星角为17度, 其实冥王星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如果一定要说它可怕的地方,那应该就是冥王星的环境了。 冥王星的大气环境稀薄,几乎全为氮气,而冥王星是一个冰寒地带,它的地表温度可以达到零下220度,而且冥王星的次转与地球是相反的, 而且冥王星次转一周等于我们在地球上6.4天的时间,在太阳系中除了冥王星以外的八大行星的公转轨道面基本上都处在一个平面上, 也就是与太阳的黄道面几乎没有是有夹角的,水星的最大为7度,金星的也就是3.4度, 而冥王星的轨道平面与太阳的黄道平面夹角达到了17度,如果我们从太阳系的侧面看行星的运行轨迹, 就会看出冥王星的轨道平面斜差在黄道平面上,这也就说明了冥王星的起源和其他八大行星不一样, 冥王星是有70%的岩石和30%的冰组成,直径2300公里,比月球还要小,质量只有月球的六分之一, 但是冥王星在已知的矮行星中的质量是排第二的,最大的是细神星, 这最见得矮行星是一类质量非常小的天体,虽然冥王星质量小,但在外太阳系却能够保持自己十分稀薄的大气, 由一些氮氧化碳甲烷组成,大气温度在零下180摄氏度, 冥王星的表面温度为零下220摄氏度,在冥王星这样的世界真的是一片死寂, 除此之外,在冥王星的轨道上还存在着其他小行星, 而冥王星之所以没有办法把轨道附近的小行星清理干净,在于不够大, 那为什么冥王星不够大呢?太阳在形成之初,行星是太阳形成过程中的边角碎料, 而太阳会向外刮太阳风,太阳风会把物质吹出去, 所以原子序列大的元素吹不远聚集在太阳附近,也就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 而一些原子叙述轻的就被吹得远一些,但也不可能无限远, 总会有一个密度最大的然后逐渐下降, 木星所在位置就是物质密度最大的地方, 所以朝着远离太阳系中的方向越远离木星,物质密度就会越小, 形成的行星就不会很大,因此当到达冥王星的位置时, 物质密度已经很小很小了,不足以让其成为一颗质量足够大的行星,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越朝外的七台行星其实个头反而越小, 冥王星其实距离太阳已经非常远了, 距离太阳的距离大概是地球距离太阳的40倍左右, 要知道,地球已经距离太阳有1.5亿公里了, 所以冥王星注定温度会很低, 它的表面平均温度只有零下230度左右, 不仅如此,更可怕的是, 冥王星表面超过98%的都是固态氮, 以及少量的甲烷,极其少量的一氧化碳, 由于温度很低很低, 所以冥王星上的物质大多呈现固态, 还有很多甲烷冰山的存在, 但是人们在经过后来的30年的持续观测中, 发现了冥王星的真实质量和体积, 竟然比我们的月球还要小, 比月球小也不足以扳倒它的行星地位, 但是时间到了2000年以后, 人们在海王星外的世界陆续发现了大量的新天体, 而且个头也越来越大, 其实这里正是小行星矮行星的发源地刻意搏带, 尤其是2005年, 人们在海王星的世界发现了比米王星质量更大的细神星, 这就会使科学家考虑要不要把米王星归为第九大行星了, 如果这样继续划分行星的话, 那么将来太阳系估计还会发现更多像米王星这样的行星, 目前来说, 人们对于米王星的了解还只停留在一些表面的数据和分析上, 这是由于米王星确实距离我们太远了, 科学家进行探测很不容易, 更不要说实地考察了, 毕竟低温的环境继续要正常运转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宇宙这个大新世界中, 还有很多天体比米王星还要可怕得多, 还有很多天体至今使人类目前还无法探测到了, 宇宙中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在等待着人类去解答, 相信未来宇宙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那么的可怕。